牛温水是一种传统的客家甜品 由糯米粉制成的粉团 沾上黑糖姜汤和花生粒 口感软Q香甜又能暖胃补身 牛温水的名字来自于粉团的外形 像是水牛在水中浮沉的模样 牛温水的做法并不复杂 只要准备好糯米粉、黑糖、老姜、桂圆和花生 就可以在家自己动手做 以下是牛温水的详细步骤 1.将花生去皮,用料理机打成粗粒状 或用塑胶袋包住敲碎 2.用前锅以小火将花生粒炒香 炒至浅咖啡色后盛出备用 3.在一个小锅中加入水、老姜片和桂圆肉 煮至剩下一杯水的分量 4.加入黑糖,以小火煮至融化 关火后捞出老姜和桂圆肉,集成黑糖姜汤 5.在一个大碗中加入糯米粉和冷水 揉成一个小团 6.在另一个锅中煮开水 将小团放入滚水中煮至浮起 捞出,放入剩下的糯米粉中拌匀 7.再加入少许冷水揉成光滑的大团 8.将大团分成小块,滚成圆形,再用手压扁 9.用大拇指在扁圆形的中央压出一个凹洞 集成牛温水的形状 10.将牛温水放入滚水中煮至浮起,捞出粒钱 11.在碗中淋上黑糖姜汤,撒上花生粒,即可享用 牛温水是一道适合冬天吃的甜品 可以帮助身体保暖和活血 也可以在夏天吃冷的牛温水,清爽解暑 牛温水的口感和汤圆相似,但更有弹性和嚼劲 黑糖姜汤的香气和甜度也能增加牛温水的风味 如果你喜欢客家美食,不妨试试这道牛温水吧 谢谢大家